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2章的总复习题 part2的部分 若多像是fx等于ax立方减7x平方加7x加b 能够被x减3整除 也就是说我们的f3等于0对吧 f3等于0 所以我们带x等于3进去 3的2 3的2 3的立方等于27 3的平方等于9 979 63 然后呢73 21再加b 这一边呢我们63 -63加21呢会得到42 拉去对面得到正的42 然后左边呢就只剩下27a再加b 还有另外的资讯呢 有除以x减1的时候余数是-10 也就是fe4等于-10 我们再带1进去啊 a的1 a乘1的三次方减去7乘1的平方加上7乘1再加b 那左边呢加7减7可以跃掉 我们就会得到a加b等于-10 过后呢这两次我们第一次跟第二次 如果相减的话就会得到26a 对不对 b跟b就会跃掉了 42减-10就加10 得到52 52除以26刚好等于2 所以我们解到a等于2了 a等于2了之后呢再随意带进第二次吧 第二次好像比较简单一些 2拉过去-2 -10减2等于-12 b等于-12 ok a等于2 b等于-12 非常好 正确 第13题若x立方加ax平方减2x加1 除以x减a 它得到余数是a 这一句话呢它其实就是fa等于a嘛 对不对 我们带x等于a进去 余数是a fa等于a 所以呢我们把a x带a进去a三次方 加上a乘a的平方 减去2a再加1 就会等于a 那这个是a立方 加a立方 减2a 这个a再拉过来呢 就再减a 就会得到减3a 再把这个负义呢 也拉过去左边 我们全部把它放在同一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解除 东西来 那这个三次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计算机 财新呢 它直接按计算机得到这个答案 好像上个礼拜呢 我们有讨论过了 这个减星用的那个计算机的型号 比较不一样一点 所以它可以直接给出这个 这个我们叫以更号的形式来呈现那个答案 所以呢你们要注意是同考的时候呢 我们只能允许使用的型号呢 你就要买那一款 你不要买太厉害了 太厉害你不允许带进考场的 所以呢这个是要注意了 那个呃型号的关系 然后呢 如果是这一题 我们是要怎样做呢 啊如果是同考的话呢 我们是要做啊 这个综合处法啊 因为我们计算机呃是没办法做的 我们最多是偷偷按计算机 跟得到有一个E 我们是做一个E嘛 对不对 22拉下来 2乘1等于2 2加0等于2 2乘1等于2 啊负3加2呢 等于负1 负1乘1等于负1 就会得到0 所以就可以得到A减1 乘上什么呢 2A平方 加2A减1 等于0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A等于1 第一个解 另外一个解呢 我们就必须要套公式了 OK 负B 正负 根号 B平方224 减4AC 428 减减变加 加8 4加8等于12 对吧 然后呢 再除以2A A又是等于4 A是等于2 2乘2等于4 过后呢 这个12呢 它可以开出来 变4跟 4乘3 4乘3呢 4可以开根号 得到2 所以我们可以越减一个2呢 就会得到负1 正负根号3 除以2 所以为什么 它会有这个解的 OK so 正确来讲 正确来讲 我们的计算机呢 是没办法直接按到 除非你用的是比较 比较 高等级的那个计算机 所以我们 同考呢 你必须要做这个综合出发出来 不然的话呢 我就会觉得说 你是作弊的啦 所以是有扣分的一个风险 All right 第14题 都是证明 你一遇到证明的话呢 你不能够直接的 把这个东西当做是音试 它要你证明它是音试 所以你要搞清楚哪个概念 所以你看了 宇恒的写法 他就觉得 OX2X加1 是这个的音试 所以F1-2 会等于0 你写等于0 其实就是说 你已经是把它预知 预知 预定了 它一定是音试了 所以你不能这样写 我们只要怎样写呢 我们先去 我们不是去说它等于0 我们是说 我们要细算一下 到底F1-2 带进去的话 它会等于多少 那带进去的话呢 -2的四次方 减去负2分之1的三次方 减2乘负2分之1的二次方 加上5乘负2分之1 再加上2分之5 这个你可以慢慢去 简化出来 最后这里加 这个减去掉 3分之3加1分之1 等于4分之4 越减等于1分之1 再减2分之1 又会去掉 就会等于0 最后你算到等于0了之后呢 你才说 我算到了F2分之1等于0 所以2X加1呢 会是因4 所以你要整个概念来讲 也不能说直接等于0的 这个写法上呢 有一些的讲究 所以这个要注意 好 这样这题 第15题 要证明它有这个X-1 还有X加1的因4 我看一下 第一个步骤 凯鑫是做了 1 0 复古 04 就是这一个 X四次方减5 X平方加4的这一边 做1的话呢 就代表说 它处以X减1的意思 所以1拉下来 1乘1点1 1加0点1 1乘1点1 负5加1等于4 负4乘1等于4 负4加0等于4 负4乘1等于4 加起来等于0 过后呢 它做1 对 而且你做1的时候呢 你得不到这个余数0 这个代表说 你已经不成功了 明白吧 所以 错在哪里 错在这个X加1的话呢 你应该放负1 不是放1 放1了之后呢 余数不是0 其实是不成功的意思了 所以要注意 我们放负1的话呢 就可以了 1拉下来 1乘负1等于负1 负1加1等于0 0乘负1等于0 0减4等于负4 负4乘负1 得到正式 加起来等于0 才可以 说OX减1 是因4 X加1也是因4 又或者 这一题 这个做法呢 是做综合书法嘛 对不对 你也可以怎样做呢 你也可以说 我带1进去 对我带1进去 1的四字方减5乘 1的平方加4 你就会得到1加4等于5 5减5等于0 所以X减1呢 会是 会是他的因次 然后呢 带负1的话呢 负1的四字方也是正义 5乘负1的平方也是正的 最后呢 这个也是得到0 所以你做这个就是于是定理 你带X等于1还有X等于负1 他都会等于0 代表说X加1跟X减1呢 是他的因式 所以有两种做法 你可以用于是定理 你也可以用这个综合出发的 OK 好 接下来第16题呢 是要你做因式分解 那这个呢 是做交叉乘因式分解 负18乘8 88 64 8 18 加6 等于14 14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交叉乘得到负18 加8等于负10 也对 所以呢 打横写 对吧 X加8 乘X减18 所以这个是他的因式分解 交叉乘因式分解的一个做法 OK 然后呢 再看看这一个 16X四字方减1 你就要想到说 16的X四字方呢 其实是2X的四字方 对2X整个的四字方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2X的平方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2X的平方加1 跟2X平方减1 那我们就是形成一个前加后成减减后的情况 过后呢 你后面这个呢 又是一个平方差 对不对 平方差 2X的平方减1的平方 所以又可以再猜 变成2X加1 2X减1 前面这个4X平方加1呢 没办法再猜 这个要注意的 这个要注意 没办法再猜 所以这题大概到这一步呢 就可以停了 OK 开心在这一种情况的音色分解 还是打得不是很好 就是还是会有平方差公式啊 好像没记起来这样子 OK 这个是立方差 立方和吧 立方和啊 所以它是3X的立方 加上5的立方 立方和公式呢 是音色分解成前加后 乘前平方减去前乘后 再加上后平方 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后面我们展开的话呢 应该是3X下5 3X下5是对了 但是你后面这个呢 怎么来 有点奇怪 339X平方 5315减15 再加上5525 注意哈 后面这个没办法变成完全平方的 好像是我认为说 语亨好像是把它当作是完全平方 这一个为什么不能做完全平方 它是A平方减AB加B平方 它不是2AB 它是2AB你才可以变成完全平方 这个是减去AB而已 所以这个要注意好 我们的这个立方 立方和啊 还有立方差的公式呢 要记起来 后面那一个你不要看到说 它很像完全平方 它没办法变完全平方的 肯定不行了 这个不是对的 OK 再来看这一个 应该是按了计算机 我们初步的知道说 它的解应该是负3 1还有3分之2 所以它做什么呢 它就做了一个负 先做负3 3拉下来 3乘负3等于负9 负9加4呢 等于负5 负5乘负3等于 正15 15减13等于2 2乘负3等于负6 所以 等于0 过后呢 再做1 再做1 3拉下来 3乘1等于3 3减5等于负2 负2乘1等于负12 然后呢 得到0 最后这个我们不做的啦 最后这个我们不做啦 因为已经是两项了 我们还做什么来 对不对 所以一般上来讲 后面不做的 所以最后呢 你的 减3代表它是x加3 加1代表x写1 最后的这个呢 剩下什么 剩下3x 减2啊 这样子写就好了 OK 好 所以注意 凯行每次到最后一个位置呢 这个还继续做 其实有点怪怪的 OK 好 再来看这一个 因四分解不能有余数 因四分解不能有余数 在这边 先做1 1拉下来 我看一下 这个是四次方 三次方要补0 二次方是负2 一次方是3 常数项是负2 先做1 1拉下来 1乘1等于1 1加0等于1 1乘1等于1 1减2等于负1 负1乘1等于负1 3减1等于2 2乘1等于2 过后呢 再做什么呢 做负2 1拉下来 1乘2等于负2 负2加1等于负1 负1乘2 等于2 2减1等于1 1乘2等于负2 又会得到0 所以这个要注意哈 这个是x平方减x加1 你再去看哈 这个你去算它的b平方减4ac b平方减4ac会得到负值 所以这边是没办法再继续的因试分解的 OK 而且你因试分解2分之1也好 你做到最后呢 有余数的 我们因试分解不能有余数的 有余数我们就不做了 我们就放这的 OK 所以这个要注意哈 我们没有余数的 不允许 应该是讲 不允许有余数 所以这个步骤呢 应该是做到这一步就停了 这个x平方减x加1呢 是保留在那边的 alright 然后呢 这个呢 初步上处 你看哈 它的计算机为什么 我一看到有怪怪的 有 有根号5跟负根号5出现 这个表示了它这个计算机 一定是连4字房都可以算的 so anyway 这一题 它的做法是 中和处法 但是其实也可以做交叉成对吧 你把x平方当做是 y的话呢 你是可以直接做这个 交叉成因试分解 but anyway 我们做这个中和处法 乘三二分之一 放二分之一 4拉下来 4乘二分之一等于2 2加0等于2 2乘二分之一等于1 负21加1等于负20 负20乘二分之一等于负10 负10加0等于负10 负10乘二分之一等于负5 得到0 过后记得要除以2 记得除以2 4变2 2变1 负20变负10 负10变负5 再做负二分之一 2拉下来 2乘负二分之一等于负1 负1加1等于0 0成任何数等于0 0减10负10 负10乘负2分之一 就会等于正5 过后呢 再除以2对吧 2就除以2变1 0还是0 负10除以2等于负5 这个非常的初心 对吧 应该是很初心的 所以这一边呢 是2x下1和2x减1 对不对 这两个 然后呢 最后这一边呢 应该是x平方减10才对 x平方减10 当然x平方减 不是10 x平方减5 x平方减5等于0 你如果这一项等于0的话呢 5拉过去 然后呢 开根号对吧 就是正负根号5 所以这个就是得到正负根号5的项来的 但是我们做来讲呢 我们这样子放着就好 如果你勉强要把它变成加根号5减根号5 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了 看两个方式呢 都可以呈现 当然你停这一步 你的原因可能就讲说 我不要有根号的出现啊 对我这样子放着啊 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看得出来 哦 它其实5是根号5的平方 那你就有前平方减后平方 可以变成千加后 也可以 所以我们没有强制 这一步就做 OK 要做也可以 不要做也可以 All right 第16题 14x4次方加8 x3次方减9 x平方减9 x减2 所以做了1 再做负三分之2 再除以3 再做负二分之1 再除以2 得到2x加1 这一个也是2x加1 对吧 这个是3x 减2 这个是x选1 OK 所以x选1 3x加2 这个是2x加1 还有这个也是2x加1 所以最后呢 它把这个2x加1 写在一起变成平方 OK 非常好 完全正确 OK 再来看这一个 这一题的因式分解 算到负三分之2 这个应该是按计算机的 对 按计算机 然后呢 做到这一步的之后呢 其实还可以再做多一次 同样的负三分之2 所以为什么计算机 只能得到一个答案 这个表示了什么呢 这个就是它唯一的解 你看可能是2次方在那边 OK 所以如果你再做的一次 过位 我写在右边 OK 我们来看一下 9-6 -2 18 跟8 9拉下来 除以3 得到3 32得到6 所以是负6 负6-6 得到负12 负12除以3 得到4 4要乘以2 等于8 所以这个凯行呢 就忘记了 再乘以2了 OK 应该是8 8-2呢 等于负 8减2 等于6 6除以3 等于2 22得4 减4 16减4呢 就会等于12 12除以3 等于4 4乘负2 等于负8 财会等于0 这边一定要做到0 如果你没有做到0呢 就代表错了 OK 过后再除以3 9除以3 得到3 负12除以3 得到负4 这个是6除以3 得到2 12除以3 得到4 所以过后呢 再继续做 我们再写的右边 各位 OK 再继续做呢 负3分之2 因为它有重根 OK 按计算机 它只给你一个答案 代表它有重根 3 拉下来 3除以3 得到1 1乘负2呢 等于负2 负4 负2 等于负6 负6 除以3 等于2 22得4 负负得正 4加2 等于6 6除以3 等于2 22得4 负4 过后呢 再除以3呢 就会等于1 负2 跟2 对吧 应该是这样的 好 所以呢 因此分解来讲呢 我们就会得到3x加2的平方 对 有重根 然后呢 x平方减2x加2 这个没办法 因此分解 这个是减而加 这个是减吗 对对对 我对错答案 OK 减2x加2呢 正确 OK 就这样子停的 再看下一题 再看下一题 这一个呢 每一项都有x对不对 所以我们第一步步骤呢 是先抽一个x出来 然后呢 我们再做四次方的那个 1 2 负2 负8 负8 OK 然后呢 再做负2 1拉下来 1乘负2等于负2 负2加2 等于0 0 乘0 0乘负2等于0 减2 减2 减2等于 正4 负8加4 等于负8 负8乘负2呢 等于8 过后呢 再做 也是再做2 1 拉下来 1乘2等于2 2加0等于2 224 4减2等于2 224 得到0 这个也是没办法再继续因识分解了 所以呢 我们最后呢 是x 乘上 x 减 x加2 x减2 最后这个是x平方加2x加2 OK 我不晓得为什么你做负1会可以做到 我们看一下1乘负1等于负1 2减1 应该会得到1你写成2的 所以为什么呢 是不是很对的 这个呢 应该是没办法因识分解的 OK 所以这个位置呢 有点错误了 All right 再来这里呢 也是有少许的错误 我们来看一下 1 减1 减8 加11 加7 减10 过后呢 第一个步骤应该是做1的啊 1拉下来1乘1等于1 1减1等于0 0成任何数等于0 0减8等于负8 负8乘1等于负8 11减8等于3 3乘1等于3 7加3等于10 10乘1等于正10 这边会得到0 过后再做负1 1拉下来 1乘负1等于负1 负1加0等于负1 负1乘负1等于1 负8加1等于负7 负7乘负1等于7 7加3等于10 10乘负1等于负10 也会得到0了 过后再做2 我们看一下啊 1拉下来 1乘2等于2 2减1应该是正的1啊 所以这个呢 正负符号弄错了 OK 然后呢 全部的就会跟着错 所以你不要 不要小看 这个正负符号弄错啊 它会造成你整个的减的都弄错了啊 1乘2等于2 负7加2应该是负 负5乘2呢 等于负10 所以这个呢 也是0的 这一边最后剩下 x平方加x减5 这个也是没办法应试分解了 就这样子放着 OK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x下1 有一个x减1 还有一个x减2 最后是x平方加x减5 就停了 OK 大致上市价格啦 1 1 2 1